如果你们想看更多位公开影片的话 可以在下面点订阅顺便按铃铛过后 可以在上面的加入键点下去 每一个月10块钱可以随时取消订阅 如果你是iOS用户的话 可以等到片尾画面出现了过后 在这个方格点击加入会员哦 现在来到平安这里 这里也是一间 每次都会来一个庙 但是我一直没有拍 就是平安的Watspubaram 在布朗基坤 Watspubaram其实就是一个南川国教的一个寺院 就是泰国庙啦 我们讲泰国庙 这边就很著名的一个宝库 这里是大殿 然后大殿我们等到最后我们才进去 我们先看外面 这里就有这个Ganapati 泰国叫做Praganesh 然后在这一边呢 就是五谷女生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五谷女生是谁 五谷女神在泰国里面呢 是叫做Mepotsop Mepotsop 就是管这个五谷封章的 再来呢就是这个南瓜 招财女神南瓜 这个也是拍过很多次 再来这边呢 就有一尊印度生 也就是四波生 泰国叫Praganesh 再来就是这一个 很熟悉对不对 这就是Shiwari 尊者 Praganesh 旁边这边呢就有这个四面佛 一样的四面佛四个面顺时钟拜 讲过很多次了 然后在外面这里有一些小神坎 然后这边呢就是 泰国的 Ni Ler佛 Shan Gacai Praganesh 就是管柴运 就是管柴运 接下来这个呢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在马六甲的娘娘那一边 也是有阿尼尊 这一个呢我们叫做药师公 Dr. Jivaka 在佛陀晚年的时候啊 就是有这个药师公 在他的旁边照顾他 因为在佛陀晚年的时候跟我们人一样啊 会生病嘛 药师公呢就是帮他医病的 就是佛陀的 专用医生 专科医生这样子啦 所以这个药师公跟药师佛是不一样啊 药师公是药师公 就类似很像尊者这样子啦 你们有看到有一些就是 很多很多很熟悉的命孔 中间这一尊呢就是 Dok Raja Rombokron Dok Raja 前面呢就是他所做的毗达 再来旁边这一尊呢就是 Rombosu Rombosu Vapaknamme Rombosu 也是一个圣圣 这边呢就是鼎鼎大名的 Pra Sumteto 也就是Azanto 就是 Vaprakam的 Azanto 在这里呢就有这个Jatukram Jatukram天神 下面就是拉湖 所以如果你们平常有听这个 十方天神咒的话 讲的就是他 是有听过一个传闻啊 现在Jatukram的这个佛牌啊 老实讲已经是不值钱了 可是也是要看哪一些佛牌 其实如果是讲这个Jatukram佛牌 因为太大力了 所以没有人要带 通常Jatukram的佛牌都是拿来 埋在这个金身下面 会比较多 就是拿来赠债 但是Jatukram的这个佛牌啊 最大的功用哦 是在于祈福用 尤其是 可能你是本命年啊 还是有关系到这个犯太税啊 那一些的 就可以去带一下Jatukram 就是保佑你啊 跟你祈福那样 再来呢 再来呢这里就有 Lessie 鲁氏公 Lessie 当然Lessie不只有一种 Lessie还有这种Battern的 还有另外一种是 这种牛头的Battern 当然还有老虎头那些啦 这边还有一个Lessie 鲁氏公 再来就是到旁边这里 这边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看点 就是这边呢 有拜这个招财虎 咬钱虎 在泰国里面啊 老虎是属于咬钱财的 在之前我在太平安那一间佛庙 我就有解释过 再来旁边这里就是 一尊很大尊的Lessie 鲁氏公 在旁边这里呢就是佛陀小时候的 就是这个希达多太子 在上面这个就是他的妈妈 摩也夫人 我们叫他佛母 我就讲每一个佛庙 它都有一棵大树 菩提树 菩提树就是每一间佛庙 都有一个故事的啦 这点故事是怎样我就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们知道 可以在下面留言 这边就是很多很多 菩曼洞 菩曼洞其实就是在泰国里面 一些没有来得及出事的婴儿啦 小孩子啊 夭折的那些 就是菩曼洞 重要跟你们讲 菩曼洞跟龟宰有什么区别 菩曼洞其实是一个统坑 就是那种小孩子的亡灵 菩曼洞有分好跟坏 好的就是龟宰 佛法生三宝 然后龟宰是没有龟宰的 就比较凶 当然啦 很多东西如果讲写作片的 或者是他们求东西要求快的 当然他们会供奉鬼宰 然后有些就讲用血来供奉那些 就不懂 要看那个师傅的法门到哪里 但是呢 我比较建议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你们要供奉这一些的话 就供奉那些 龟宰三宝 就是菩曼洞 因为菩曼洞老实讲 就是它至少龟宰三宝 它是属于善念 它不是讲要害你啊 还是什么 你就把它当成是你的孩子 这样子 去对待就好了 然后这边呢就是 冠银 我讲过很多次 泰国人心目中啊 冠银是非常非常的有地位的 这边呢就是 瓦普巴兰的第一代住持 它的灵骨塔 蛇利塔啦 然后呢这里就是 佛塔 我记得里面可以进去了啦 看一下可不可以进 进来里面了 里面呢就有供奉很多佛像 成功佛 还有一些御佛啊 普通佛像那些 再来就是一个我很喜欢的 我们一次来普巴兰 我一定会来拜它的 这我超喜欢 就是这个 巴拉吉 这个不懂会被中皇表的 在泰国哦 有一个法门就是巴拉吉 巴拉吉其实就是 蛮懂啦 就那个东西啦 但是呢我更加相信 就是巴拉吉它其实就是 印度教的 因为太像 所以巴拉吉其实是有管财运 人缘 最重要是异性缘 很多女生都很喜欢带巴拉吉 就是吸引异性的 再来就是这里啊 这里是一个老佛殿 我们的 因为它的地上都是老的 然后这里供奉的也是佛祖 还有一个卧佛 最重要的是 这一个是一个看点 其实这一个就是 我们讲的是佛的脚印 佛的脚印 那我们进来到大殿这里 其实大殿很宽 然后这边呢 就可以去拜很多佛的 这一个呢 佛像不是佛祖 但是呢是 Lompot Soto 然后这边呢 就是Lompot Wat 这边呢 大殿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就有写报佛 Lompot Yok 这就是祖殿啦 我们看祖殿 有佛祖的那些神像 然后最主要的是 前面有一只Lompot Wat 这个呢 就是报佛的规则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就是写 这个佛像呢 有千多年的历史 是在泰国东北部的一个庙 带来的 所以啊 就是带过来这里啦 给人家报佛问世 这间房间就是报佛的房间 我们看到有着一个高僧 Lompot Chum Lompot Chum 就是在Puket很出名的一个高僧 这小小村呢就是报佛啦 Lompot Yok OK这个报佛就是这样子啦 你要放下你的这个心 就是要给你的心定心静了过后 你才可以 爆起这个波 所以你 如果真的要试它啦 你就故意问一个错的问题 错的它就爆不起来 对的它就爆不起来 所以现在我试试一下 我的UQ的名字 是叫做 Fairly阿川 我没有在演哦 是真的中 然后我UQ的名字 就叫做阿杰文王爷 所以就是这样子问啦 来我叫我朋友试试一下 大家故意问一个错的问题 看是不是报不起来 你故意 报不起来 你问一个对的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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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他们有传说这样 其实已经不是千多年前的那一尊 其实千多年前的那一尊 已经被偷了 然后偷去什么地方 这个我就不好讲啊 因为是真的有发现到 在那一个地方是真的有 同一尊 这样子的爆破 但是 这个只是传说 这不知道 然后这个尊 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一尊 也无从考证 但是有一点可以证明 就是它的神力还在 然后这一个叻 就是拿来供养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三宝儿 然后你们看它上面 就有这个星期佛买七天 所以我们就拿一盘硬币 然后一个一个洞 洞这个波 没有错的话 应该这里有108个 我们就慢慢洞 这个就是金波 我们就贴金 贴金也算是一个 功德啦 我们讲 功德 就很像你金身上面贴金 所以我们把这个金波 小心一点 我们贴在这里 这样子贴着 这是祈福啊 你看 贴到我的手都有 然后另外一尊 我们来贴一下 好 就这样子 好 好 大致上这间Formel 就这样子拍完了啦 如果你们想要来包博问世 可以过来 这边的开放时间是7点半到5点 超过5点就关门了 然后包博呢 只到4点45分而已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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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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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